新城乡大德部落23号上午前往新城乡公所报讯息 广邀大家一起来参加阿美族部落风年纪 而新城乡长何理台也自证了文化礼金来支持部落文化记忆 同时也广邀乡民们一起来体验阿美族传统的文化之美 8月23号早上10点 大德部落头目 少林德部落千年来到新城乡公所来报信息 现在将在何理台率里的哥哥是主管 来迎接大德部落主人们的到来 并且以阿美族罪传闻放私拔的故事来报信息 来告知全乡乡亲 在8月24号大德部落展开一年一度的部落风年纪 同时也广邀大家一起来参加 与地区域 就通过来入侧 我想每年这个丰年季啊,年轻人一定要回乡 一定来为我们这个传统啊,持续演习下去 要稀老服用 老人家在旁边看,我们年轻人传统的一些舞蹈也好 包括地方的一些事物啊,利用在丰年季的时候,能够传人下去 今年我们有三个大的一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什么? 舞鱼祭,来过来的丰年季,跟我们的舞鸟祭 这三个活动啊,攻守啊,都全力来支持各个部落 所以今天啊,看到各位勇士啊 太阳他不大?很大 但是各位怕不怕?不怕 这个精神啊,乡长一年同在好不好 现在下来会再表示,白月13号有大德部落 一场次的部落风云节点活动 同时也是部落最后所取用的盛事 对部落的族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喜悦 族人们从北中南其他县市 回到这些部落来传扬阿美族的文化 也欢迎大家在白月14号这一天 共同来体验阿美族的文化之美 北中南其大德不乐 新城相当守门队在不站 对 记得终于想象不到